你好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特殊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来对一个深度访谈 做一点点提炼和总结 那这个形式对我来讲是一个尝试 我准备以后多做一点这方面的内容 目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和这个情报 因为大家不会像我这样的 每天有这么多时间来看这么多的视频 或者是由于你的时间的限制 你的语言能力的限制 或者是讲你对这个东西里头 可能有些重点的东西感兴趣 但是你不见得会愿意花这么多时间 来掌握它这里头可能感兴趣的几个点 那我干的这个事情就是我看了 我做点笔记 然后我来提炼一下 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子你虽然没时间来看 这个两个多小时的采访 但依然把这个主要精神都把握住 我就像大家的秘书一样 或者情报官一样干这个事情 我想把这样一个节目做成系列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一种方式 在底下留言给我一个反馈 好 那昨天这个人叫做Lex Friedman 他是在油管上面 应该说在采访界算第二 第一个就是那个Joe Rogan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对业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进行深度的采访 采访的时间都相当的长 像这个Lex的采访过Elon Musk三次了 我估计Elon Musk最近还得上他的这个节目 我看他们在这个推特上的互动 好 那这一期采访的话 这个主人公是Mr.Beast 世界第一网红 在这个地方他分享了 他怎么样开始做这个东西 现在是什么状态 对未来是什么样的展望 以及他回顾过去 给这些创作的新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经验教训 我就从这个地方给大家提炼了十点 我觉得有意思的 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好 我现在就给大家来讲这十点 排名不分先后 不是按照这个节目的播放顺序 第一 他讲粉丝不重要 观看量重要 这一点 老胡的观众能够理解这一点 因为有观看量 才能够插播广告才能赚钱 你有1000万的粉丝 如果只有3万的人看你的视频 依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他讲前面是个视频 根本就没人看 他是给这些新手的建议 他讲做视频要100个100个做 就相当于讲 你不要盯着讲 第一个没人看着急 第二个生气 第三个失望 他这个希望者就讲前面10个 你就指望 根本就没人看 这才正常 如果一上来第一个视频就爆了 嘿 这才反而不正常 会让你的心态全坏掉了 所以他就讲前面10个 你就指望他没人看 你熟悉整个流程 上传 怎么写标题 上传封面 然后说明是怎么回事 链接怎么放 等等这一种 甚至是有的人更要买设备 拍摄 灯光 那么后面做视频的话 100个100个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不要讲我一期节目 试了不行 马上就换方向 马上就换形式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去批量的测试 这是他第二点 第三点 他讲的是 前面500个视频 基本上不会有很高的水平 他自己讲他前面500个视频 现在回头看 基本上相当于是垃圾 根本就配不上 讲什么要活起来 或者是流量爆起来 他就讲 现在回头看他500个视频 简直惨不忍睹 但是 注意 但是他讲 我当时也觉得 我500个视频相当牛叉 平台为什么不推我的 我那么大的功夫 下去做了 不比别人差 为什么 就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不公平 欺负我 因为我太年轻了 那个时候他才是高中生 对吧 欺负我没有好的设备 等等 所以他讲 现在回头看清楚了 其实平台公正的很 我那个500个视频 开始的时候 就是掉渣的 那样的质量差 他第三点 第四点 他讲的 人们看得越久 越容易看下去 这点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要反复强调前面的偏头 5秒 3秒 30秒 然后几分钟 因为他在后面 看了你5分钟的时候 他就不太容易 他这个姿势已经端正了 又泡茶了 又翘脚了 又是躺在沙发上了 对吧 或者是大电视上面 已经调好了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跑掉 但是他遥控器在手上的时候 前面15秒的时候 啪啪啪就跑掉了 对吧 所以这个跟我们以前看电视 这个经验是一样 这个他的大数据 他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就讲 所以当我们资源有限的时候 或者时间有限的时候 这个前面半段 把它尽可能的精细化 然后过了几分钟以后 这个观众容易麻木 放松警惕 他已经花了时间 花了精力 就是你不会在大学三年级退学吧 但是像Elon Musk一样 在斯坦福 他几天之内他就退学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你投入的时间成本越大 你越不容易放弃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当你不能做到 一个视频从头到尾 都非常精练的时候 把前面的三十秒优化一下 把前面的一分钟优化一下 这个建议是非常棒的 第五点 他讲每过半年 你都应该讨厌自己的视频 这有意思吧 他讲要不然你就没有进步 你就没有学习 他没讲每隔三十天 或者讲每隔一个礼拜 他讲的是每隔半年 注意他前面讲的五百个视频 前面讲做的视频 要一百个 一百个批量这样的来做 全都是讲的这样一个概念 半年你应该有明显的 一个上台阶的进步 你回头看你半年以前的节目 应该是封面图标题 台色后期 都应该有显著的进步才对 你不要指望 我做这个念康熙字典 从第一个到第一万个 那一期节目全都是设置好的 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 没办法进步 第六条他讲标题是这么重要 你如果看到这个标题 他都没有点击观看的欲望的话 这就失败了 所以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讲他的脑子里头考虑的东西 不是光考虑一个视频 它是封面标题和视频三个东西 作为一个整体在考虑 他是如此地看重封面和标题 我们在以前多次讲过的 他这个标题和封面都是 预先做好的定下来的 他今天在这个采访里头 甚至还提过这个东西 他没有明讲 但是我听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选题非常之棒 但是这个标题不过关 或者是封面 做不出一个好的封面来的话 比如说因为那个东西比较抽象 他就会枪毙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就不做 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他做的比这还更狠了 我以前介绍过 他拍了好多视频 根本就没有发布 花了几十万 比如说拍一期节目 他就直接就一期节目都不做 后面的这个没过关 他讲当然现在 每一期的投入都非常大了 团队又那么大 成本非常高 这种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小 但是听他那个讲话口气 他还是有一些东西 花了很多钱拍了 但是最后没有走完整个流程的 所以这是他们制作 生产内容的这样一个特点 第七点有意思了 因为他节目里头经常给别人钱 他就讲十万和一万之间差别很大 你给一个流浪汉 一万块和给十万块 或者你给另外一个人 陌生人给他十万块和给一万块钱 差别很大 他这个差别讲的是什么 视频的点击率 但是他讲从十万换成一百万 几乎没有差别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人们出于某种什么心理 觉得一万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十万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因为十万一年收入的话 算是中产了 对吧 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的话 也就是能够显著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十万这个概念 大家是觉得有意义的一个数字 那么也就是说 你给一个卖披萨的 这个送披萨的这个人 给他一百块钱小费 或者一千块钱小费 大家不觉得这是非常刺激的事情 但是你要是给一个送披萨的十万块钱 你这个博主就是一个疯狂的这种博主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探究知道 所以他的数据不断地指向 一万和十万之间差别很大 但是你要做起节目 给人家十万和给人家一百万的话 那个点击率不会翻十倍 基本上就不动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样一个现象 好 第八点 他讲要不断地创新 不要等到你过气了再来创新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数据都挺好 你要不断地隔自己的命 不要整理这个数据 观看量下降了 然后我这个系列可能就不行了 我换别的系列 我换别的招数 他就讲 我现在正在快速成长的时候 我要忘记我这个所谓的成长 或者太过关注那个数据 我要不断地去创新 我这个节目 新的形式 新的内容 新的这种表现方式 或者新的地方 去做这种节目 比如他跑到沙漠里头 就跑到南极去 这些极限的地方 不会被现有观众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数据绑架 这个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认为 第九点 他讲到做得越大 他越来越觉得孤独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讲 我原来以为 我这样的涨粉 千万千万的这样的涨粉 这些人里头 按照比例 也应该出现跟他相似的人 跟他自趣相投的这样的人 他觉得找到这些自趣相投的人 那以后做事不就越来越好玩吗 越来越有意思吗 成为团队吗 他讲他很熟 世界上像他这样子的人 好像非常之少 他找不到这样跟他同类的 所以你看现在他核心团队 还是他从小的那些 一开始的那些玩伴 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他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做视频为了赚钱 赚了钱为了拍视频 他不是讲大把大把的做成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 对吧 所以他就讲发现这种人特别少 很多人都是做起来以后 然后去赚钱 怎么样想的变现 然后马上就是投资 能够做越来越大的钱 他是对这种视频 有一种本能生理层面上面的这种爱好 所以他会不计成本的往里头投 就是要做视频 那么他要做其他的所有东西 都是为了他实现这样一个终极目标 去做更多的视频 做更大的视频 做更昂贵的视频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他就讲 我虽然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个粉丝都过亿了 他基本上可以断定 这个地区上像他这一类的人 比较少 不是讲一千万个粉丝里头 总能找出一个人跟他这个样子的 他好像现在不是这么认为 最后一点 他讲 我分享我所有的秘密 因为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合作伙伴 不是竞争对手 他这样子做 并不是讲这些技术上面的所谓的秘密 或者是认知 或者是一些概念 是真的他跟别人之间的这个差异化 不是知道和不知道 真正的核心的差异 其实就是知行合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不是因为知道太难 而是因为做到太难 所以这也是他愿意和敢于分享自己 所得到的这些经验或者是体会 好了 这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这个采访里头 我给大家提炼出来的Mr.Beast的 值得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十个要点 好 如果你喜欢老胡这样一个新的内容系列的话 欢迎你通过某种方式告诉老胡 要么点个赞 要么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意见 谢谢 再见